今天有朋友问张大夫说 张大夫有一种CT 一万多块钱做一次 你听说过吗 后来呢 经过仔细询问的 我知道他说的这种CT呢 实质上是合一学科 做的一种PATCT 或者说合一学科 PATCT中心都有可能 一般的呢 现在我们国家的各大医院里 逐渐的都有这个PATCT了 甚至有的一个城市里面 有两三台PATCT 实质上来说 这个好多朋友都问 说这个PATCT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PATCT呢 它是合一学科 做的这么一种检查 一般的患者 要用了这个显影剂之后 待一个钟头上机器 做这个检查 这个检查呢 最常看的一些疾病呢 就是肿瘤方面的疾病 它的优势在于 它不但能看清这个形态 还能看清这个代谢 因为一般恶性肿瘤代谢 比较旺盛 所以说呢 它通过形态和这种 代谢的综合分析呢 可以拿到更多的信息 一般来说 现在的用处 你像对于这个肿瘤的分期 或者说明确是良性还是恶性 肿瘤的分期 以及治疗之后的效果的评价 再分期等等 它呢 都能用得上 所以说呢 像在这个PATCT 好多人一提 就都是跟肿瘤 结合到一起 说是不是 哎呀 这个要查肿瘤啊 实际上PATCT 也不光用于肿瘤 像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 包括甚至心脏科的一些疾病 都有可能用到PATCT 这个咱们说完这么多啊 但是最后张大夫 也得嘱咐大家几点 第一个PATCT的确是比较贵的 这个无论是咱们国家哪个医院 这个PATCT 甚至有些高端体检中心 都有PATCT 并不便宜 但是呢 它的优势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在肿瘤方面 但是它如果说 你做完一次这个检查之后啊 身体是有一个低剂量的这种辐射的 所以说你做完之后 最好不要去接触孕妇或者小孩子 你说哎呀 这老人做完之后 回家就抱孩子 这个不合适 希望大家呢 通过张大夫的介绍 大概的能了解 哦 现在有一种 和医学科做的PATCT 这个的确是比较贵 它呢 这些个相应的作用 和普通的以前这个CT 只看看形态来说呢 它又进一步的 能够看一看代谢的情况 尤其是 对于分辨肿瘤的相关情况 有其优势 只要您能知道这些 咱们这个科普啊 就起到作用了 对于分辨肿瘤的相关 对于分辨肿瘤的相关